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大度了 人家胡玉蓉是出了阁的人了 你想给人家好 人家还不愿意呢 原来是这样 我明天要带一个人去见曾国藩 你去不去 曾国藩答应了 他敢来吗 是啊 他敢来 时间地点都约定好了 我和李修成 原来是想试试他的胆量 相信他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借他一个脑袋他也不敢来 没想到他曾国藩还真是个人物 这里面会不会有诈 他们会不会把你抓去 这你多虑了 会见的地点是在我们的房区里 真正害怕的是他们 这曾国藩是个要面子的人 他这次要是不来 就会留下让人耻笑的笑柄 他毕竟是个读书人 把面子看得很重啊 其实你有什么必要 把他的三个将领后练送回去呢 这次和往次不一样 这三个人里有一个是他的亲弟弟 打仗既打刀兵又打人心 我们这样对待他们 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仁义之士 将来对瓦解乡军非常有用 这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业嘛 那年苏三娘博大纲中了曾国藩的埋伏战死了 人家曾国藩不是也给后葬了吗 我们不如趁曾摇头赶来 我们是些伏兵把他抓住 然后结往贴近寝宫 岂不大快人心 这种失信于人的事 我陈与诚不干 况且抓了一个曾国藩 还有李国藩王国藩出来 为人要言而有信 这样才能够顶天立地 你说 小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有那么深的道行吗 是啊 这不是在你的跟前修炼的吗 天王还问我们呢 他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他说要我们回天津去办 他要给我们主持婚礼呢 谁说的 新娇姐姐来信说的 他还说天王要收我为干女儿呢 看来我陈与诚天生就是驸马的命 走了一个真公主 又来了一个假公主 看你美的 不过 你的那个真公主可有人看见了 在哪 看嘛你记得那样 在映州半山 是石一阳看见的 你今天先踏踏实实的去会药铺千金 天长金日后再说 别贪多嚼不辣 李大理 在 你带陈将军去十里外的宋庄 去见那个红玉蓉 下午他还问陈将军什么时候回来呢 好啊 你们俩做好了扣 让我钻是吧 美的你 这样的桃花扣你巴不得天天钻呢 哈哈哈哈 我 你 姐姐 您好吗 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你比在长沙那年又长高了一头 要是在大街上看见 我都不敢认了 姐姐可是一点都没变 走到哪儿我都认得出 姐姐老了 我们出去说吧 我丈夫和公公都在屋子里呢 我丈夫病得起不来了 明天要雇一台像样的轿子 才走得了呢 轿子不用犯愁 十一阳将军准备好了 明天一早亲自送过来 你丈夫也在这里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呢 姐姐 你怎么到三合来了 你丈夫得了什么病 他 他没跟你说起这事吗 没 没有啊 曾婉妹真是个好人哪 我猜到她是你什么人了 这可真是你的福气 你刚认识她 你怎么知道她好不好 一件事就看出来了 我丈夫是李徐斌手下的一个小头目 被你们给抓住了 曾婉妹怕你出面放人 会引起闲言碎语 她把人放了 黑锅她背了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曾婉妹不告诉我 你也不应该说破 我一方面是你的朋友 另一方面又是太平军的将领 你说我抓不抓你丈夫回去 我既说了就不后悔 你若想抓就抓好了 落在你手里 我一点都不后悔 对了 老伯好吗 去年就过世了 不过世了 药铺也点给了人家 没钱去数 大理 过来 姐姐 这点金子是我个人的 你拿去吧 回到长沙去赎回药铺 再不就做点别的生意 我看这年头还是开个药铺 济世活人 唯有这一行还算干净 不不不 这我不能收 这是还你的 你忘了 那天你送我出长沙 还给了我一包银子呢 这么多年连本带笠 也该还这个数了 况且我说过 将来给你挂功劳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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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 有 是 有你这句话 我这一生没有白活 你们小心一点啊 放心吧 放心吧 告诉弟兄们在这等着 一会儿把那三位的灵鹫 就 拉那边去 看我的手伤 我真想脱了鞋下河去摸鱼啊 我小的时候 躺在家门前的小溪里去抓鱼 没菜吃的时候 现去抓都来得及啊 你说 如果现在曾国藩来了 他看见堂堂太平天国的统帅 脱了鞋在这里边抓鱼 那可成了大笑话了 其实啊 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 我若不投太平天国 我现在还可能是个上山打柴 下河摸鱼的农民 和将相又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啊 我心里有点打鼓 可是我一看到你 我又有底呢 你说这 这宗国藩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是个糟老头 还是个白面书生 还是个相貌堂堂的人呢 我猜不出来 你呀 别瞎猜了 一会儿见着你就知道了 你等等我呀 快走 哎 你快来 哎 来了 你看 你看这鱼 你瞧 你瞧 这水里的鱼游得多快活呀 是啊 你瞧这鱼 是 你瞧这鱼 子妃鱼安置鱼之快活呀 自非我 安置鱼之快活呀 自非我 安置鱼之快活呀 安置我不知鱼之乐也 我问你 曾国藩怎么不来 你认识曾国藩吗 我不认识他 既不认识 安置我不是曾国藩呢 那曾妖头杀人不眨眼 要不人家怎么会叫他曾剃头呢 我看你老先生 斯斯文文的样子 不可能是曾国藩 简典 也算是个上将军啊 如果你不穿军装 那可更是个罗夫美女啊 有谁会相信你挥刀上阵 砍起人头就像切瓜一样呢 我是太平天国前军主将 玉天侯 又正长帅陈玉成 陈将军年轻有为 令我景仰之至啊 我就是二品荆堂曾国藩 这位是涉帝曾国权 集自营统领 姓辉啊 姓辉 这位尊姓台普啊 太平天国殿佑四简点 曾婉妹 你也姓曾 曾姓人都是曾子的后裔 道光二十八年 我去山东出任考官 去过曾子故里 孔孟延曾四大家 可是享玉华夏是文明之祖啊 我们这可不讲什么孔子曾子这一套 再说曾子的后代不也有刽子手吗 是 可是我近来看了一本 你们天王亲手山霄过的论语 可见并不像你们刚出广西那样 见到孔庙就烧啊 是啊 古今中外所有的学问皆可为我用 孔子也好 孟子也好 孟子也好 老子也好 他们书中都有糟粕 也有有用的 比方说有两句话 一句话是 柯正猛于虎 另一句是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不知将军为何特别中意这两句啊 柯正猛于虎 让百姓没法活了 官逼民反 才会有天地会 念军和太平天国 你们以为 杀人就可以剿灭太平天国 这是不行的 太平天国的人不怕死 你们用死来威胁 一点用都没有 但是孔子也有这句话 道之以正 其之则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此且格 这是规划民众 以礼与行治国的方略 你们举其造反 岂不违背孔夫子之道吗 行了行了 我们现在来 不是来跟你讨论孔子的 孔子的说是妖术 我们今天来 是把贵地的灵鹫送来了 来人 拉过来 此生就不可 谢谢陈将军 让他们三位师姑 得以怀向 你本是个读书人 驱使一些文弱书身上阵 得到了些什么 你现在连一个总督巡抚的石缺 都没得到吧 我曾某并非为封妻印子而骑兵 我看你生性就是好杀 你的大将在太平军刀下赐了多少 塔其部 罗泽南 还有江中原 这次连你弟弟的性命也搭上了 这是为什么 使朝廷奉禄 当以忠为本 天下有难 起而敬之 也是臣子本分 今日发还我乡君三位将军之骸骨 这是你的仁义之举 又敢在这石桥上与敌手相见 也是很有气度 不过 真正的人义之事 应该解民于道权 倘若你们放下刀枪 化干戈为玉帛 使天下苍生不再受战火之苦 那么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你们的国号太平天国 你们何时给过黎民百姓一天太平 你不要打不是当理说 你是个读书人 应该知道不平则明的道理吧 百姓活不下去了才起来造反 你不得人心 你不得人心 才屡战屡败 你劝我 我倒想劝你一句 你手握重兵 又遭满足权贵的猜疑 你不得人心 你会有好下场吗 有朝一日 既或你为他们立了战功 也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 我若是你 即使不与太平天国合流 也要打出自己的江山来 那你曾国藩也算一条好汉 当走狗有什么意思 山不转水转 将来在战场上 兵戎相见的机会多了 到那时候就不会对你们这么客气了 好 后会有期 来人 怎么狄生兄又黑又瘦 病了吗 来 进来 帝生兄不必鬼于烦恼 对付长矛满朝文武 哪有一个长盛将军哪 说归说 我要上一个请罪的折子 改了己过仍觉不妥 请姬高雄为我捉刀带笔 辅正一二 这开头就不好 怎么能说自己屡战屡败呢 这八年来可不是屡战屡败吗 既敢闻过是非 皇上更要震怒了 不 一定要搞 而且要搞得轰轰烈烈 搞得要有影响 这可要花一大笔钱啊 你再给我做一详细的预算 钱的事我来负责 还有一件事关于雪哥的欠款 这个事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钱的事以后再说 好的 等着我先走了 好 你看 我是不是有点打肿脸充胖 爸爸 好孩子 哎哟 笨姥姥亲戚 很好 喂 妈 太阳了 那我来 行 跟青红怎么样了 哎 还是老样子 先忍一忍 过去这儿就好了 啊 我看看啊 过不去了 青红这孩子啊 从小过去 是 胡志国法 什么经济机 海主 趁我先搞些钱 未决的 粥 以后我们就考虑找一除非 这来告诉公司是否承建了南宁停车购物城工程 承建了 那么你在这个指定银行公司承建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 起到去的是在提议建物 是 skipper she's regarded as only the finest female player in the world with the brace of the half Janloft at a sweetly flighted ball over a stand and hook at the 57th minute the same on 83 minutes when she penalty air the late consolation penalty to her pets but China opponents and took the match 3-1 James LaGiglia, TVB News the United States beat Norway 2-2 and gave it China and the U.S. it time 水平台 海门队的大赛圣 大赛圣 的 的 的 だから 的 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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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それが音 默默 女 女 だな 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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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默默 默默 不躲趴 躲趴 彼此 嘴 康趴 我國情 灼 廟前門射了一個 掛網球 再到原場前 罰球石 接近打了一條 中国队今天赢球只是一个开始 奥运金牌朋友继续努力了 这只不辣 沒事 剛才可能站起來太忙了 有個頭暈 不 那我試一下 你現在都發燒啊 行啊 你別人了 不行 你現在燒得很厲害 必須去醫院打個點滴 你別再給我添亂了 兩一族清醒大挑戰 重組片段答案是3 1 現在在坑培拉進行 敵人 難過嗎 我能不能夠 你該死 才可以 還有 知道嗎 用人失察 薛之源这个大坏蛋 我没想到一个四瓶鼎带 他就把自己给卖了 失查 失查这两个字能搪塞过去吗 李昭寿是在你手底下判详的 李昭寿和薛之源是败靶子兄弟 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重用他来手谱口 天王不了解底细 你还不了解吗 为什么不用谭少光来手 为什么不用陈坤叔 我知罪了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拼全力把他夺回就是了 是啊 由于青腰加紧构筑长墙 并挖掘江浦运河 事实上天津城水路运粮通道 已经被完全堵塞了 是啊 天王也着急得很 由于薛之源的背叛 六合也孤立了 我们马上去收复谱口 是 你去看孟德安了吗 我去了 我看这个人活不了几天了 他那腿和那脚肿得像木桶那么粗 俗话 俗话说 这难怕穿冤女趴呆帽帽 真是多事之秋 那边李修成又打不通粮谱 这天津的粮道怎么办 天王 天王 李修成现在是前游李诏寿 后游张国梁父辈受敌 他只能在九里山肖家虚一线 与敌人对峙 他在三合打劫之后 在三月八日没有进展 他想请陈玉成带兵下旧 请天王飞赵 陈玉成在三合打劫之后 在三月八日收复六案 十九日全监乡军李盟群部 侵斩了乡军曾国藩成为汉勇上将的李盟群 这一下还让曾国藩大哭了一场 陈玉成大败圣保 破实力招兽 突围西原 李修成的压力应该减轻 虽然如此也应集结天经之危 这两道不通也是一块心病 那就飞赵吧 调陈玉成火速收复不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将军大军马上赶到 他从正面强攻亲腰中路 并且是由沙州牵制敌后 这样就可以一举打通两谱了 走 去看看 这些年朕天天在期盼着人甘地的到来 你终于来了 我何尝不想早日来 那年你们在广西举议 我就决定动身前往参加 可是我赶到广西徇州的时候 你们已经北上 我找不到你们也回不了老家花县了 蜻蜓天天在追捕红杏人 我只好辗转流落香港 庆幸瑞典基督徒韩山文友好接待 才住了一段 后来我们听说仁甘哥哥回过广东 我哥哥派人去找你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那时我一时无招 改名换姓到了东莞 当了一年多的赎馆作师 你到上海可惜朕不知道 真是近在咫尺没有相见 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我在上海倒是见到了 上海小刀会的领袖 可空口无凭 没人相信我是天王之地 不放行 人家见我会说英语 还以为我是奸细呢 为了生计打过功也有过收益 还在洋人开办的学堂里 学过天文立术 差不多待了八九个月 才又返回了香港 一别八年天下大变喽 你若能早一日来辅佐朕 也许这天津城 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 令人痛心的悲剧了 亏别八载心念旧恩 想起年轻时 我与天王港相相接 常年交友起余的情谊 常常感叹 我自有熟读四书五经 经考五科不寿 才追随天王另辟通途啊 你们两个呀 其实都一样 都是属于那种 连连落地的倒霉人 要真是你们金榜提名了的话 那你们现在 恐怕已经是高官显决 那还不得像曾国藩一样啊 带着大兵来扫荡太平军了 这丫头说得很有趣啊 这都是命运的安排 也是上帝的安排 林甘弟呀 你今年三十八岁了吧 正是 天王还记得小弟的年龄 转眼已借不惑之年了 将来我想写一本书 大略记载一下拜上帝会的初创始末 好啊 好啊 朕弟志同南亡历久弥奸 出于颠沛流离的困境 仍始至忠于天朝 与著书历说为太平天国证明 难得 难得呀 林甘兄 你早来就好了 只有你的学问 可以与云山大哥相比呀 他的学问比云山更多一才呀 他懂得阳文 可以说是学贯中西 好啊 林甘大 你来到了天朝 朕如得瑰宝 你是天朝的诛使啊 朕封你为干天福 福觉仅低于义觉 你知道自打出了诸王治乱 朕决心不再封王了 这不好吧 比刚来天朝 尺寸之功魏力 便有如此高位 恐众人不服啊 有什么不服吗 论子弟你是太平天国 和拜上帝教的创始者 朕畅言拜上帝教时 你赞助甚利 理应加以众人 更何况 你有惊天伟帝之才嘛 还是从长计议吧 我先考察一下 天国的军政大事 朕亦已决 勿在此受 朕甘弟啊 今天呢只是几晨接见 明天咱们再坐下来纵论一切 朕在聆听你的高见 陛下 我们已经夺回了扑口 天经危机已解 我已与李秀城为郡联军南境 进攻莱安除州 功德树和卢州无效联军东境 进攻定远 目的是保护完北 你们这一打 江南大营必起支援 我看 抽一部分兵力去牵制江南大营 这样也好 就让韦郡和李世贤洋动东霸 我与公德树无效攻定远除州 主要打击李昭寿圣保 让李秀城坚守扑口 牵制张国良 就这样吧 外面的军事由你主持朕放心 朕已经决定 夹封你为英王 谢天王 还有谁一起收封 还封了个赞王蒙登 就你们二位 陛下 臣感激天王的器重 只是现在臣还年幼 还是不封王位好 你是不是因为没有封李秀城啊 这也是一个原因 陛下 李秀城年长于臣 战功不比臣少 我封了他不封 反而刺伤了他 这对征战不利啊 让那李秀城也去叛降啊 裴王对他有气啊 要不是因为薛之源叛降 为争夺朴口 我们还不会如此劳食费食啊 他李秀城 极力推荐这个薛之源 这是江铺失守 朕没有惩罚他 已是够宽带的了 还想封王 不是 而且为婚传组 有一些人 看了什么 好了 好 轮带手吧 又写什么呢 陈玉成一走 天津战局对我们极为不利 南岸的和春张国梁之兵 远多于我们 现在营中的炮籽 火药 粮食又接济不上了 我要再写奏折 上面又拿不出炮籽火药来 你血又有什么用呢 天王又会怪你牢骚多的 反正他从来不信任我 那倒不是 他不信任你能让你当主将吗 现在朝中无左证之将 红人干封了干王 何曾出一高招啊 天王又不问世 以为靠天 我在朝中实在是没法处啊 你千万不能有离心之想 天朝还要靠你撑着呢 那是你说的 天王才不这么想 他封了陈玉成蒙德恩为王 偏偏抛下了我 这是偶然的吧 他迟早会封你的 蒙德恩是个庸才 他除了八戒天王哄天王高兴以外 他什么也不会做 他却封了王 陈玉成也是天王另眼相看的人 若不天王当年选驸马 怎么选上了他呢 你这可就不对了 他当初因为没当天王的驸马 恰恰把天王给惹恼了 丞相 丞相 封王不让我们到后军主将李秀城那里去 这里杨父亲苦苦相逼 躲又躲不起 这不是没我们的活路了吗 只好向天王上书了 天王 天王恨不得借人之刀除了我 咱梅家和杨家不同 咱梅家是天王亲手除掉的 他能放了我吗 我知道 那陈玉成之所以不让我向李秀城靠拢 那就是天王的诏旨 后军主将的情绪怎么样 他也是怨气冲天 奉了英王 没奉他 他能道姓吗 我们是谁也指望不上了 你歇下去吧 是 乖 叫舅舅好 舅舅好 太平来了 来来来 我的好外甥 来 来来来 好 坐这儿 我的好外甥 让我看看 舅舅好不好 舅舅好 好 那么你将来长大了干什么 长大了杀青椒 你长大了当个农民吧 别像你爸爸和舅舅两家人 杀到今日 杀到今日 也没有了结 你与你的长矛就有 没会会面吗 老师又跟我开玩笑了 你是说维郡吧 哎呀 他现在可是不得了啊 是五虎上将之一啊 我们俩 我们俩只有在战场上聘个你死我活了 那你就白白给他送个外甥去了 他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该是收成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去劝祥他 嗯 劝祥一个佑军主将 哎呀 老师啊 你可真是想舌吞相啊 哎 你看 为什么维郡好好的 为什么要从池州渡江去另寻地盘呢 他是被杨府青逼的 杨伟两家势不两立 就决定了维郡的悲惨下场 他不怕杨是兄弟 他恨的是洪秀全 因为他一家人是洪秀全下令给杀的 维郡一直认为天王借维家之刀 除掉了政敌杨秀卿 然后反而杀人灭口 尽管洪秀全封他个定天意 仅次于王 可他这股怨气是永远出不了的 你如果现在去劝祥他 会比在武汉容易成功 好 那我就再去一次 反正他还不至于杀了我 上次他没有杀你 就是为日后留条后路 否则飞去你的人头 向洪秀全邀功 我会再派人到杨府清那里去 把维郡想朝廷一事告诉他 就说要把他的孩子拐了送给青妖 他杨府清一定会死命攻他 维郡就更无路可走了 老师的连环计真是思思入寇啊 魏郡真是非上套不可 张国梁和盛宝又降了一个小小的薛之源 三个人在皇室面前抢功 差点打破了头 薛之源算个什么呀 我如果又降了太平天国的右军主将 那太平天国的天可就塌了一半了 老师你可是下了三四年的功夫了 不放长妾就能钓得大鱼啊 丞相 杨府清把我们当成青妖 带兵杀过来了 他还说我们要降青妖 让把他的儿子还给他 我去进 丞相 何必你亲自动手 我们去打他个落花流水 我去打他 我去打 去打个落花流水 我去打个落花流水 我去看八方我们去撒 把儿子还给我 把儿子还给我 你带着大队人马 就这么问我要儿子 为君 你要是不把儿子还给我 当心你的狗头 你还有脸要你的儿子 我问你 当你的儿子最需要父亲的时候 你在哪儿 当我的妹妹玉娟最需要丈夫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不是你哥哥杨秀卿 横行霸道的时候了 你杀了他 你不是要你的儿子 他就在我的军杖里 有能耐你去取啊 北军 我今天暂且饶了你 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饶不了你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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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雷 到某一个人 那事 此行何意 来朝渡将军拓出苦海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有什么灾难可言 足下想一想 你还有出路吗 天王是杀你一家之仇主 杨甫清兄弟又苦苦死逼 就连陈玉成也不准你进入另外的地盘 比其让自己人逼到绝路 倒不如学学李昭寿 薛之源将军 你是大人物 连曾帅都不敢做主 万一归附以后 你受委屈了呢 此事曾帅和胡帅已连魅俱奏 皇上特许 他们才放下心来让我来呀 是啊 像我这个关节的人 在清廷那里可是上了 杀无赦的名单了 可现在皇上已经把族下的大名 从沙乌社的名册里 放到了高官显位的行列里了 望军三思勿势良机呀 用我想想 好 想好以后可随时派人来联络 来 这是地点 大帅 成了 成了 为君刚派人来把他手下大小官员的几百颗大印都给送来了 好 这可比总督大印还大 为君后天约我到池州受降 居时他命长矛剃了发去攻打吴虎 以拿下吴虎作为见面礼呀 好 我把这兵不血刃的仪仗 看得比九江大截还重啊 杀 将军你看 下吴虎开拔 驾 驾 弟兄们 北军叛变降妖 出卖了我们 跟我冲出去 让将军接迎我们来了 驾 回来 不准跑 不准跑 回来 来 小太平 等着我 舅舅 舅舅 你不要我了 舅舅 舅舅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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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是闲哪 来来来来 快坐坐坐 怎么一个人在这闲坐着 这大风雪之夜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你不是阳宫东坝去了吗 回兵了 又叫我去晚北 我已经叛变了根本没过来 我今儿个是路过这儿 船不够明天下午我才动身呢 那真是太好了 我叫厨子炒几个菜 咱个人好好喝点酒 自从投了太平军 咱们总是一个南一个北 在一起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抬到手 来了 太谢谢驿掌金公主了 可别叫我驿掌金 那个终于石杂开的人 早就死在长江里了 对不起 翊阳 我看你是越长越高了 而且越来越秀气了 你真会说话 我是越来越老了 哪里 你们慢慢吃吧 你别走一块吃吧 天快冷的 对 这儿又没外人 搬个凳子坐这儿吧 不然 你们兄弟俩难得碰上面 碰了面好好聊聊吧 我先走了 哥 他可真是个好姑娘 你们早就认识 你们是童子军里的小伙伴吧 他比我小四五岁呢 连童子军都不够格 他和曾婉妹挺熟的 常去我们那儿 哥 他是不是我的小嫂子 他比我小得多 我实在有点不忍心 来 你们最多差十几岁嘛 人家七十岁的还娶二十岁的姑娘 不是常有的事吗 这事啊 从来没提起过 他对我挺好 以后再说吧 哥 我看你好像有新事啊 没有 只是 现在大营里的弹药粮草都接级不上了 这我倒可以跟你留一些 哥 你心里不痛快吗 天王太不公平了 连我那里的将士都为你抱不平 连蒙德恩那个饭桶都封了王 就唯独没有你 这天王太不公平了 你不用再跟他是为了 这天王又要打他 天王不喜欢我 游来一九 那天王不喜欢我 那年我刚封侯的时候 我就上了个奏折 说天王不该任人为亲 我是指他两个哥哥说的 天王不是火了吗 天王消了我全部所有的官决 后来又因为薛之元反叛 天王对我疑心重 我的心苍天可见 可是我又怎么能向天王解释呢 天王对维郡更不放心 不然维郡也不会投降青妖 他实在是被逼无奈 杨父亲兄弟俩不容他 挤占了他的地盘 他想到我这来吧 陈玉成又不让他来 不管怎么说 他向情妖是不对的 这回他把维家最后一点脸面 也给丢尽了 秀成 怎么回事 从长江对岸过来一个青妖探子 我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封信 从哪来的 怎么回事 是李昭寿的劝祥信 这李昭寿真是个劝祥的行家 他知道什么人什么心情 什么时候劝祥能上钩 人呢 在外面 叫他进来 带进来 走 走 走 李昭寿真是瞎了他的狗眼 他说他就算是不自在 太平天国的人 都像他和薛之元一样软骨头吗 他挺会选时候 是不是 我李昭成心里是不自在 可我对太平天国对天王 那是身怀忠义 忠贞不二 你们以为我也是微郡吗 别说你们青妖给我个提督 你们就是给我一个在军机衙门行走 在紫禁城骑马穿荒马褂 也打动不了我李昭成的心 想让我李昭成投降 除非江河道流日月道转 拉出去斩了 是 大人大人想的只是个送信 昭成 就算了 罚他五十军棍放他走吧 他只是个送信的 也好 拉出去打他五十军棍 是 你回去转告李昭寿 就说我李昭成 迟早有一天要找他算账的 即使我杀不了他 太平天国也会有人取他人头 是 被比摩 被比摩 是写给李秀成的吗 是啊 操召吧 朕封他为中王 是 李秀成一家六十口人全在谱口 劳母也在身边 他想盼 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 大王 办当势忠臣 要是没有李教授 他还封不了这个忠王呢 那就应该转告李秀成 让他到李教授那去谢恩呢 人干哪 朕听说